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脚不好 猛然搀扶着我 就说 老师 你怎么样了 这地方有古怪 靠 不管了 咱们先出去 我现在根本就没办法控制自己 浑身抖入筛康 痛苦不堪 这会儿周围全是灰蒙蒙的雾气 豆腐将我架起来就往外冲 这会儿我根本就无法做出任何的反应 豆腐夹着我往东 我也不可能往西 紧接着 我俩回到之前下来那个洞口出 这地方没有那么多灰尘 事先要清晰许动 豆腐看了一下头顶洞口 又看了看我 焦急地说 老朕 自己能不能动啊 这洞太窄 你自己不爬 我也没办法把你弄着去 我摇里摇头 勉强出声 不行 我控制不了自己 好像 我身体里多出了一个人 你 你离我远一点 豆腐跟着跳脚 我是那种人吗 我靠 不管了 我帮你拴着 先把你拖出去再说 一边说 一边摸出绳子 拴住我腰 然而 他这动作刚做完一半 轰然之间 我感觉豆腐浑身肌肉僵了一下 紧接着 整个人便感觉后脑勺猛然传出一阵剧痛 眼前一黑 便晕了过去 晕过去的一瞬间 我能很清楚地感觉到 是豆腐从后面狠狠打了我一下 也不知适用什么东西 但我实在是不能理解 他没事打我干什么 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却发现还在同一个地方 周围有骨子阴冷的感觉 房屋中间升起一堆固体燃料 豆腐坐在燃料旁边 时不时地抬头看向头顶的洞口 紧接着又看一会儿我 当发现我醒来那一刻 我感觉豆腐的嘴角猛然抽了一下 似乎十分紧张 我大脑有些痛 刚醒过来还有些发懵 脑海中陆陆续续地回想起之前发生的事情 在见豆腐此刻的模样 我不由得心下一沉 冷冷地说道 为什么打晕我呢 豆腐咽了一咽口水 神色小心翼翼 甚至他手中还拿着一支枪 若有若无地对着我 这个动作让我很受伤啊 这些年拿枪口对着我的人不少 但豆腐却是第一次有这样的动作 我问完 他打量了我一阵 就说 你 你先转过身 转身 我忍不住挑了挑眉就说 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紧接着 我按照豆腐的指示转身 拿后背对着他 这时我听到豆腐明显松了一口气 下一秒 这小子猛然扑上来抱住我 就说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老陈 你差点变成妖精 你知道吗 到底怎么回事 豆腐一脸委屈 跟要哭似的 断断续续地就说起之前的情况 当时他见我脸色发青 浑身抽搐 又掌握到原因 尹尔心一狠 便决定先带着我离开再说 只能先对不起专锐两个了 接着便打算用绳索拴着我 将无法自理的我拉出去 谁知 他往我腰上拴绳子 扰到背后时 忽然就呆住了 因为他发现 我的后脑勺不见了 当时我的后脑勺上不是头发 而是一张青白色的人脸 是之前那个女人的脸 那女人目光愿堵地盯着豆腐 一张嘴忽然深长 赫然朝豆腐咬了过来 千军一发之际 豆腐猛然一拳就揍了过去 直接把我揍晕了 当时他也是吓懵了 我一云立刻跳出老远 坐在墙角半上 不敢靠近 那怂恙就别提了 片刻之后见我没动静 他大人胆子凑了过来 重新一看 发现我后脑勺的人脸 已经不见了 豆腐欣说 难道是自己看花眼了 再一回想刚才的一幕 实在不像是幻觉 难不成是刚成了精的石化尸体 阴魂不散 附在我身上了吗 死来想去 豆腐不敢耽误 决定立刻离开这个阴森森的地方 一切等出去再做打算 他用绳索捆着我 开始往外爬 谁知 就在快要到达洞口之时 忽然听到洞外面 传出一阵人声 是谁在外面 豆腐心下一惊 关掉手电筒 在黑暗中慢慢地往前爬 悄悄探头往外看着 赫然发现外面站着五个服装统一的人 只听其中一人说 这周围都是心痛 所以那四个人肯定是进去了 由于这五个人服装统一 身两也差不多 因此豆腐也分不清他们是谁 姑且以代号相称 第一个开口的叫A 紧接着 B就说 早就听闻转打当家的是个狠角色 没想到一下子将头他们给 这话虽然没有说完 豆腐却听出名堂 心下大惊 心说老山他们当时忽然弄了一个装备包 难不成是杀了人才到手他们 这一下豆腐知道 这五个人势敌非友 他自然不敢再往前爬了 不由得更加放敌身形 屏住呼吸 想听听他们接下来的打算 我听到这里 也挺意外的 因为按照我们之前的预计 这五人都是受人雇佣 如今被我们夺取大头装备 又群龙无首 按理说应该是会放弃接下来的行动 再谋后续才对的 怎么会不死心的在洞外毒我们呢 却听又有一人接话说 上面下面 等性专的回了京城 再下手就难了 让我们五人就地解决他们 A的语气有些抱怨起来 就说 如果我们挑着光杆枪子弹没多少啊 大头装备都在他们手里 这地方有人间罕至 一个手榴弹就能截过了我们 我们现在去找他们的晦气 岂不是纵死吗 我说 钱要赚 命更重要了 谁在跟东家交涉交涉 那五个人估摸着 都不愿意捅上面的晦气 面面相去 却没有人愿意接这个倒霉的产事 豆腐躲在暗处 心说 现在大头装备都被流沙给吞了 我和老陈就这么狼狈地出去 还不得被直接截过脸 便听那五人商量半晌 却碍于我们火力重 不敢下洞 便决定守在洞外 来个隐奢出洞 趁着我们事成之后 没有防备之时 利用地理 躲在周围的高处 射杀我们 这个计策 如果当真实施起来 如果我们不注意 还真会找了到的 这会儿出去 便是刺透罗网 豆腐进退两难 就这么趴在洞口 万一这五人将灯光 往里面一打 便能瞧见自己了 豆腐一急 只能带着我又退了出来 这个过程 我自然是遭了不少罪 被豆腐推着往后退 当时我一直是昏迷的 豆腐警惕性有些下降 推着推着 猛然便瞅见我后脑勺上 赫然又冒出那一张脸 并且这一次 那张脸只是一闪就消失了 留下了一个古怪的笑容 不等豆腐反应过来 我便抬起了头 张嘴大叫 这要是一叫 我俩的位置立刻就会报了 幸亏豆腐当时离我极近 但我张嘴那一瞬间 猛然将自己的手 塞到我嘴里面 刹时间声音倒是没有发出 却改为咬 疼得豆腐连连吸气 手上老大一个血连的牙印子 钻心肝的疼了 心急之下 豆腐先说 老臣对不住了 再委屈你一下 借着另外一只手 便来掐我的脖子 将我吓晕过去了 紧接着便带着我窝去再次 我听豆腐说完 果然感觉浑身火辣辣的 有不少摩擦出的细小伤口 喉咙也感觉痛 说话声音有些嘶哑 合着是被这小子掐的呀 豆腐的话让我又惊又是俱 下意识身手摸了摸自己后脑勺 却只能摸到自己的头发 后脑勺长出一张脸 难道是那个成了精的东西 跑到我身上来了吗 豆腐见我神色有益 想了半赏 安慰说 这个 这个也别怕 回头咱们找个道士把他收了 看他还敢不敢作怪 我看了豆腐一眼 先说 现在门外有五个人在伏击 凭我和豆腐两个人 现在出去 无异于是送死 围巾至极 还是先确定一下 专锐两人的吉凶要紧 这二人都不是普通人 我和豆腐都能从流沙中逃脱 他们二人也不会那么轻易上当的 只怕其中 还有什么我俩不知道的门道 我下意识看了看 手腕上爷爷送给我的那串桃木珠 时隔日久 上面已经出现许多裂痕 我担心它损坏 平日里都摘下来 是妥善放置 只有在下斗时才会戴上的 然而 这一看 我猛然发现 不对劲了 桃木珠上有张脸 一张不断扭曲着的 仿佛想从桃木珠里 挣脱出来一般的人脸 那张脸仿佛察觉到我的注意 更加激动起来 线条扭曲着 五官都一味了 看起来十分的刻步 豆腐大吃一惊 就说 就是他 就是他 他怎么跑到这手朱里面了 我摇里摇头 心说 看样子 这桃木珠似乎又救了我一命 这张怪脸 似乎是被这串珠子给困住了 这念头刚闪过 忽然之间 我手腕上桃木珠猛然崩裂了一刻 整串手珠变得松松垮垮 下一秒 绳索猛然一断 一颗颗桃木珠散落在地上 弹跳着 滚入四处了 我心头咯噔了一下 整个人 如同被泼了一层凉水 浑身 都紧了起来 您刚才听到的是 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